500你是我的花朵2008年亚洲巡回演唱会 香港首章将于3月14号及15号举行 1月30号500亮相香港记者会 并现场示范花朵舞让大家先读微快 并吐露稍后演唱会将会有烧火舞和僵尸舞 会不会啊 会不会 会会 3 4 5 6 7 8 这个屁股要瞧瞧 好 再来 1 2 3 4 5 6 7 8 1 2 4 反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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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过来 5 4 5 6 7 8 我准备了一些舞蹈 那其中有一个是烧火 烧火舞 为什么叫烧火舞 因为那首歌叫烧火 那花朵舞就是因为那首歌叫花朵嘛 那还有一首歌是那个 我的 我的一首歌叫萨丢丽 那是一个 奇怪的节奏的歌 我把他编成僵尸舞 嘉宾方面已经确定 有老婆卢巧英 罗大佑担任 我其实我一直很想在 某些地方跟 那个 我那个顺流逆流 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老婆 卢巧英合作 那 呃 因为他本来也是一个歌手 那如果可以跟他在 唱歌的地方合作很好 所以在这一次的嘉宾 我首先我就想到他这样子 我想 找那个 魯巧英来当我的特别嘉宾 他有 一个很 龐克的 样子 我 我觉得在我的演唱会里面 出现 会很好 我很喜欢他那个龐克的样子 虽然他人是很好的 但是 看起来就是很龐克 心情永远不好的样子 那 另外一个是 我很尊敬的 罗大佑 呃 他是 我小时候 是小时候 呃 常常去买他的唱片来听的 那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 我觉得他 他唱歌的时候有很大的能量 呃 这是我很少会碰到的 这么 这么有能量的一个歌手 所以呃 在 第二天我 准备请罗大佑来当我的特别来宾 那他昨天也答应了 我很开心 今天可以讲